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存比较完整的壁画 它叫皮萨满天王 也是在西藏来说比较常见一些 是有门神和财神的意思 然后这个皮萨满天王 是我们古渝田的守护神 可以看到它这个人物特点 上面是一个太阳鸟站立其中 下面它的耳环也是硕大为圆形 说明当时人们对太阳的一个崇拜 另外可以看到它这个 左手指着一个法杖 它的这个服饰也是当时的如意云纹 是以豆绿色和麦灰色为主 另外可以看到它的线条 也是特别的流畅 主要也是体现了当时 古渝田的玉池乙僧父子的典型护拜技法 就是铁线描和凹凸的这种护拜技法 然后这两幅壁画呢 是展现的是两尊做佛的两条腿 可以看到它的突出看点呢 在这个小佛 可以说是和我们汉族 包括当地的维吾尔族 面目特点都不太一样 但是却比较像印度人 这就说明了咱们这个佛教的传播路线呢 是从印度传到西域 再由新度域传到中原 这样一个传播途径 这幅壁画呢叫千手观音 首先呢它是属老鼠人的本命菩萨 另外呢它有四大的看点 第一它有一双神奇的眼睛 无论你站在哪里 它都在注视着你 你可以换一下位置感觉一下 这呢也主要体现了当时人们 绘画技法的高超的一个体现 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 黄金风格这个绘画技法 另外可以看到它这个景视上 上面有一串马脑的项链 下面有一个新型的吊坠 典型的我们的和田子料的特质 也说明了这个和田玉文化 是文明了几千年 还有呢可以看到它这个耳饰 上面是一个莲花 下面有一串的石榴花 也说明了咱们这个中原和西域文化 交融的一个体现 我们这个壁画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看点 是在它这个手掌心的 这儿有一个小动物 上半身直立 下半身驱蹲的一个小动物 耳朵尖长 这个小动物 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小老鼠 小老鼠呢在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典故 也就是说在大唐西域记里面 记载过这个蜀王崇拜的一个典故 这个故事是讲的是 当时匈奴人进犯我们古渝田的时候 我们古渝田的兵马呢 没有匈奴的强壮 于是我们古渝田的国王呢 就是同一天晚上到附近的蜀香坟去祈祷 然后呢这个老鼠当天晚上 鼠王呢给他托梦 说你第二天就放心地打仗出征 一定能保证你能顺利地归来 平安归来 然后我们这个渝田的国的国王呢 第二天也是将信将疑地带兵出城了 结果是可以说是 轻而欲绝 不战而胜的 原来这个鼠王呢 命这些小老鼠 头一天晚上把这个匈奴的马鞍 还有他的弓箭 所有能积袋子的地方 把这个袋子全都咬断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渝田王呢 就命万民来崇拜这个小老鼠 能够印证这个点部的有两件食物 一处是我们这个牵手关于的壁画 另外一处是斯坦因在 丹丹乌里克里略走的一个鼠王木管画 两件食物能够互相印证 咱们这个最大的这幅壁画呢 叫千伏与骑士壁画 它呢是在我们这个二号遗址的这边墙上 当时呢是也是整体往下扣着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千伏与骑士壁画呢 它是上面有55身千伏 下面有8身骑士像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小佛呢 它是有就是面部形态都不太一样 但是它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面部微微着是向右看的 这呢也是有两种说法 一是咱们的信徒是从这边过来的 另外一说呢是它目光是 在都是看着的这个主尊佛 另外呢把这个八身骑士像画在了佛的下面呢 也是对他们打仗出征 保佑他们平安归来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与我们的二号遗址相连呢是我们的三号遗址 三号遗址它的建筑形式呢是我们新疆典型的阿玉旺的建筑风格 我们的三号遗址呢它其实就是僧侣的生活区域 也就是说上边的地方是二号遗址 生活的地方是我们的三号遗址 然后我们三号遗址出土的一些壁画呢 佛像类的不常见了 就是社会类的世俗类的一些壁画出土的比较多 看完我们这里的这个佛丝的遗址呢 也同时让大家感受到了 这里呢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和天地区 这个佛教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同时呢也说明了 这里呢曾经是多种文化 多种艺术在这里交融的一个汇集之地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和天地区来旅游 同时呢也到我们这个达马沟佛教文化遗址来 走一走看一看 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儿的历史 感谢观看